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就一定会谈起 每个人身上有的东西 就是所谓的三魂七魄 当一个人死后 七魄会慢慢地消失 古书记载 每隔七天 我们的其中一个破 就会离开我们的身体 那从科学角度 这所谓的七破 到底是什么呢 在古代 一个人死后 就会入土为安 每隔七天 身上的一个重要的器官 就会腐烂 等到七七四十九天 那个死者 才算是真正的死亡 所以每隔七天 死者的重要器官 就会消失 可是在现代的人 七天的所谓理论 还存在吗 因为现代人 通常都是佛化的 所以所谓的 三魂七破的这定义 是否还存在 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中 今天我要分享的灵异故事 其实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在2000年 当时我还是一个实行警员 我被安排到了一间警察局 学习 就在那晚 有一对母女 来到了警察中心 当时 这对母女的状况非常不好 尤其是那位年轻的女生 精神状态几乎崩溃 她哭哭啼啼 诉说着她被人骚扰 而且妈妈感觉非常担忧 警员查问之下 才发现 原来她的前男友的家里的人 一直在骚扰着她 并言要对她进行报复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当时 她跟她的前男友闹分手 谁知男友看不开 就自杀身亡了 死后 她家里的人 时时不肯放过这位女生 一直骚扰她 恐吓她 导致她精神几乎崩溃 而且她说 她很担心身心 会受到那些人的报复 可是当时那些 有经验的警员 却落无其事 只是一直跟她说 假如你要处理这件事 就要到法庭申请保护令 当时的我 非常的纳闷 因为身为一名警员 难道保护无辜的受害者 不是我们的职责吗 我一头雾水 不明白那些 资深警员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可是菜鸟就是菜鸟 不能多说一句话 这对母女 一直待在警察局 迟到凌晨两点多 才缓缓地离去 甚至离去的时候 她们都觉得非常失望 因为她们的问题 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解决 女生还是担心 她的个人安危 担心她的前男友的家里的人 会对她进行报复 当时我看着这对母女 我觉得非常同情 我很想要伸出援手 可是我却爱莫能助 两点多过后 很多警员都各自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 休息的休息 打瞌睡的打瞌睡 唯独我 因为是菜鸟 我还坐在那个办公室里面 不敢移动 身为菜鸟的我不敢到处乱跑 只好一个人还坐在那个办公室里面 而这办公室到那时候已经空无一人了 很多人休息的休息 去喝茶的去喝茶 可是不到一会儿怪事就发生了 在我还没有讲述怪事 先来看一下这间警察局 到底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情 这间警察局坐落的地方 附近有非常多的庙宇 很多人说 假如你身处的地方有非常多的庙宇 灵异事件就会非常的多 这是真的吗 而且那警察局相当的大 可是人烟又稀少 所以人气相对的是非常稀薄的 而且听说那间警察局 曾经发生过很多灵异事件 例如有时候在厕所 会听到女人的哭泣声 在那个办公室里面 会莫名其妙的感觉有人在打字 可是这些多数都是都市传说 回到我的自己的经验 当时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 对着大门口 那大门是一个自动门 这时候那扇自动门自己打开 跟随的是一个透明人 向我的方向走来 当我看到那透明人的时候 我的汗毛都竖起来 整个身体都僵硬了 我想动却动不了 那所谓的透明人 一直缓缓地走向柜台 这时候 我发现在我的柜台前的那张椅子 突然之间动了一下 而这透明人就坐了下来 我一动也不动 只是一直对着那所谓的透明人 似乎透明人想跟我诉说一些东西 可是我看不到他 我没有办法真正看到他 我知道他就在我前面 可是我却听不到 他想要跟我诉说的东西 过了大概五分钟 这透明人又站了起来 然后他朝着自动门的方向移动 不到一会儿 自动门又自己打开了 当他离开的时候 我才松了一口气 可是当下我就把那个档案 刚才那对母女的档案 拿出来翻了一下 当我看着那个档案的时候 我发现那女生说 她的那位前男友 是在七天前 想不开 是在上吊自杀的 所以当天晚上 就是她的所谓 头七回魂也 那我看到的所谓透明人 是不是那个往生的前男友呢 那为何他会来到警察中心 他又想对我说些什么 是不是他舍不得他的前女友 还是他有冤情要跟我诉说 我都不得知 有一点我确认的是 很有可能是他回来呢 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 然后又蒙了另外一个问题 所谓往生的那位前男友 他是否已经知道 他已经不在这人世 还是他是跟着 他的女朋友的气息 找到了警察中心 那警察中心不是说 阳刚气非常重吗 那他又是如何进到了警察中心呢 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我是阿浩 谢谢观看 阿浩见鬼灵异故事系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